对于月球的背面 我们所知极其有限 马老师要带我们来解码 这一次最新的一张照片 由嫦娥四号拍下来 传回地球 这张照片里面 透着什么样的玄机 嫦娥四号 冬年醒来了 自主醒来了 自主开始工作了 自动地传回了 月球背面的一张照片 这有什么深刻的意义 第一个 你刚刚讲了 月球背面是我心目中 最神秘的地区 No.1 人类对月球背面 有太多太多的想象 太多太多的传说 但是不知道那里 有些神秘的东西 甚至有没有外星基地在那边 不知一样 第一个 第二个 美国人已经宣布了 他要重返月球 所以除了中美贸易大战之外 月球将是中美的另外一个大战场 因此他们一直在看着 好 看着来 本来嫦娥四号当年登陆的时候 美国跟英国人说 不可能 月球背面 不可能登陆 确实花了25天没登陆 但第26天的时候 啪 登陆成功了 登陆成功以后 没关系 美国人跟英国人说 活不下去 为什么活不下去呢 月球背面最冷的 因为他作为背面 到了晚上的时候 第一个 他没有热源 没有亮光 没有大气 你知道他晚上多冷吗 多冷 零下180度 一个急地 还要冷到一个更冷的地步 你根本活不了几个月了 对 好 但是大陆做两件事情 是美国没想到 第一个 到了180度 晚上的时候 我冬眠 我不活动 我把东西全部关掉 我让他睡觉 好 大家说为什么晚上要睡觉 我告诉你 月球的这个晚上 一个晚上是地球的十四天 十四天 所以他要睡十四天 醒来工作十四天 你知道嫦娥四号 已经睡了几个十四天了 这一次醒来 是第十个十四天了 第一个 我让他睡觉 第二个更厉害了 我给他弄暖暖包 什么叫 嫦娥四号也有暖暖包 大陆设计了一个放射性同位素 作为它的热源 来供应它的热量 所以它上面有个同位素 会给它保热的 保温的 好 大家说 没关系 你让它冬眠 你让它暖暖包也OK 因为月球背面是没有通信的 它冬眠之后 醒不来 所以我刚一开始讲了 它居然 自己醒来 它把自己唤醒了 对 它自己唤醒 因为你没有讯号可以过来 对 这最厉害就是 我必须要能够自己醒来 自己工作 没有从地球信号来指挥我 完全自主 就这一次传回来照片 自己醒来 自己传回第一张照片 这个让美国人就非常非常惊讶 美国将要加速重返地球了 就像我问你 美国人到月球背面去看 多少年前了 47年前 那这47年来 他再也没有派人上去了 他现在要重返月球 要跟老共来竞争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这47年来你在干什么 你到底为什么要把他放弃 什么原因让他47年来 没有再上去过呢 我想我问你 今天月球到底是空心的还是死心的 这是现在大家最疑惑的一个问题 没错 好 现在要到月球背面去 就要去证实 到底月球是空心还是死心的 他如果是空心的话不得了 他明明从地球砸出来一块兄弟 你如果是空心的 为什么会空心 但是我告诉你 当初阿波罗登月的时候 他离开月球的时候 到了指挥舱的时候 把登月小艇一丢下去 丢下去 砰一下砸 砸到月球上 离他72公尺之后 美国人放了一个震波器 他一砸下去 那震波器一入他的震动 你知道震动了多久 多久 15分钟 这是什么意思 这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他是实心的话 实心他不能传 他震动一分钟就停止了 就蹦 就蹦了 就蹦了 这有空心的 他会在那边回答 撞来撞去的 里面是空气会传斗震波 是 15分钟 代表说他是空心的 好 美国人被吓到了 所以阿波罗17号 最后一次出任务 你知道阿波罗17号 最后一次出任务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第一个 派了一个斯密特上去 他是到现在为止 唯一上过月球的地质学家 他可以回答我们的疑问吗 实心还是空心 他是地质学家 他上去后放了三个最精密的探测仪在上面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又丢个小体下去 又棒一下 发觉他的震波都是在表面上 这样表面上震 对 他不是垂直震 什么意思 空心的时候 他的震波就往表面上震 如果他是实的话 实的有固体的话 他就会往下面震 所以他更支持了我们对于 月球里面是空的 的想象 空的想象 好 这一次为什么美国要重返月球 不能让中国大陆抢先机 第一个 现在双方不是要探测 不是要去登月了 第一个要居住 第二个问题 居住要居住在哪里 南极 所以你今天说 我们讲说 移民外星 火星居住 火星移民是现在的险瘀 人类一直没有放弃 能够移民在月球吗 火星移民是太久远的事情 月球可能 马上就可以实现的事情 有这个条件吗 对 有条件 我们先来讲 最可怕的这个 这是美国的两个探测船 找出来最新的东西 可怕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月球的 埃托肯盆地 这埃托肯盆地 是一个大的陨石 把它砸下去的 好 我现在跟观众讲一下 你知道这个埃托肯盆地 有多大 多大 中国大陆这么大 中国大陆这么大一个盆地 是 你就知道这陨石有多大了 多大颗的陨石 他们现在 发现这个800公尺深的一个坑 在这个埃托肯盆地里面 就在里面发现了 巨大质量异常 巨大质量异常 代表什么意思 它下面埋了 不知道 不知名 未知的 神秘的物体物质在里面 所以当我们讲说 月球是地球的重力的六分之一的时候 那六分之一是一个均值 但是偏偏在这个地方 它不是六分之一 它的质量为什么异常 现在确定 它下面有东西 现在大家要搞快搞清楚 它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中美月球大战要开始的原因 第一个 这个质量为什么异常 这里下面有什么东西 好 那你讲了居住 为什么现在月球 越来越会人越居住 我问你 人类居住最需要什么东西 阳光 空气跟水 现在在月球背面 找到水冰 这些水冰都结在土壤里面 所以现在水很容易得到了 现在证实月球的土壤里面充满了水 那是马老师 水很简单 阳光很简单 空气呢 空气 它就是没有空气 厉害的东西来了 现在科学家在月球找到它的常识 常识就有点像石鹰一样的东西 你知道这常识里面 藏了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45%的氧气在里面 它是个氧化物 这氧气就好说了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它是个氧化物 对 氧气藏在石头里面 对 你怎么把这氧气 萃取出来 从石头里面拿出来 英国剑桥科学家 是 最近居然从月球的常识里面 把氧气 Bingo 拿出来了 所以我们登月 有氧气有水了 所以马老师 阳光空气水 被你讲一个好像只剩半步的距离而已 所以 中美的太空之战 月球的竞逐 现在就比 谁能够最快在那边打造 可以居住的条件 在登陆部分 中国大陆 又抢先了一步 他们建筑了一个 160平方公尺的一个 仿造月球一样的月宫一号 这月宫一号 你八个人住进去 就是在月球里面生活 一模一样 结果你知道他们八个在里面住了多少天吗 多少天 370天 超过一整年 创下人类在密闭空间里面 生活最久的世界金字记录 马老师跟我们好好讲一下 这个月宫一号里面的环境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好 它除了有一个居住舱里面 最重要是有两个植物舱 那两个植物舱 当然 第一个 它提供植物 食物 对不对 食物舱 那提供食物 注意 对不起 水果只能吃草莓 为什么吃这么好 草莓 因为草莓是食物里面 能够吃的部分 最多的部分 好 第二个 你只能吃一种虫 这虫可以给你带来蛋白质 但是每天吃虫很辛苦 第三个 你可以种各种蔬菜 对 你看过麦克戴蒙演的绝地救援 没有 他在火星上自己种蔬菜 他们你们18人就给我自己种 好 种了蔬菜之后 居然注意 因为有自己种蔬菜 100%的氧气和水 可以重复再生 氧气因为你种蔬菜 光合作用它可以再生 水也可以再生 80%的食物可循环再生 因为我把它的根茎 我再去种 它再生 我告诉你 8个人居然在这160平方公尺地方 完全就像鲁冰村漂流机一样 他们太空鲁冰村 在里面活了370天 这个月工一号 它体现的一个最重要的价值 就是透过自给自足 食物问题解决了 对 氧 水 空气 阳光 食物全部自己解决 美国人说有一个东西 你没解决 是我更厉害 新式的太空衣 你要住在那边 你要有新式的太空衣 注意 这个是在太空船里面 才有太空衣 这个是美国现代最高科技的太空衣 这太空衣什么 我告诉你 第一个 它全世界最厉害的 人卵两用空气机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在里面 你可以承受零下156度 你可以在外面活动 零下156度 然后震121度 你可以在里面活动 所以你穿上这个金钟罩 你可以移动在将近300度的温差 极端的地方 人类怎么可以在100度的高温之下生存 怎么可以在150度以上的低温里面生存 没问题 你有这个宝衣 好 除了这个宝衣 最爱我一定要跟你讲 它的维生系统 它的维生系统跟它的头盔 它可以过滤所有 不是只过滤外氧化碳 它可以过滤所有的有毒气体 有毒物质 它的维生系统是整个很棒的 如果你遇到任何灾害 任何巨烂 你可以在维生系统里面活六天 第三个注意 它套上去 它没有拉链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地球上的灰尘 都是巨大的 小小的玻璃 你一吸进去 伤害你的气管跟肺 那个东西会缠到你的拉链上面 所以我没有拉链 好 更厉害的 我一定要跟你讲 它那个鞋子 是弹性的鞋子 为什么弹性鞋子 因为你在地球上 月球上本来要像兔子一样跳 兔子一样跳 现在弹一点不用 而且我告诉你 它那个脚 这个脚的膝盖这边有层轴 哇 有层轴 你说脚膝盖有轴承 你看 那不就变成一个复杂的 太空人要弯腰去拿个东西 很不利落的 就跌下去了 跌倒了 跌倒了 而且你看它拿东西多辛苦 注意这个不用 这个它是有层 膝盖那边有层轴支撑你的 它的鞋子是弹性的 好 更厉害的来了 以前太空人举手是不方便 你看他挥手好容易 举手好轻松 你看他给你看我的手多灵活 那工作的时候很方便 我告诉你最棒的一个 我一定要给你讲 我觉得太空人最喜欢的 太空人穿了太空衣之后 会大爆汗你知道吗 汗流夹背大爆汗 还有一个人要尿尿的时候怎么办 他那个这个衣服的材质 全部是可稀释的 你一汗我就把你吸收掉 你一汗不会大爆汗 还有一个 你尿就尿吧 你尿没关系 这比包尿部还好 我材质是可稀 你尿衣我全部把你吸收掉 干爽的比卫生棉还好 所以美国现在居然 创造了最新的太空衣 就是说你要在月球上居住 我来 阿姆斯壮的一小步 是全体人类的一大步 波士聪人家讲说 那是月球的这一面 后面有什么 他穿坐附会说 有这个外星生命 境外文明在上面 都没想到 拍回来了 没错 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 传回来的时候 月球背面的高星的照片 那这是由谁传回来的 这是中国大陆的科学家 传回来的 他是怎么样 他是上个月发射的 嫦娥4号月球的探测器 在北京的时间 也就是台北的时间 3号的早上10点26分 成功的登陆降落在月球的背面 降落在月球的背面的时候 他就开始拍非常清晰的照片 他降落在哪里 月球背面南极艾肯特盆地的 一个逢卡门的撞击坑 降落之后 然后传回了非常多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 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 用这么高解析度的照片 看到月球的这个背面 可以看到纹理 对 看到月球的这个背面的话 其实就是光秃秃的一片 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坑洞 这个跟月球的正面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不一样 整个就是非常极境空旷的 这样一个感觉 而且坑坑巴巴的 这样一个照片 但是让这个照片 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过去人类 比较常看到的都是月球的正面 真的很少看到月球的这个背面 除了这个 他第一次登陆到月球的背面之外 他还在这个探测器上面 放了非常多的东西 他这次有搭载一个小型的 这个生物的实验室 里面包含什么 一组的这个产卵 然后还有马铃薯 还有阿拉伯戒种子 还有水跟生物需要的一些养分 他说这个是一个 微的生物生态体系 他要知道什么 他要知道说 如果这个生态体系 可以在月球的背面 这边发展的话 他这个收集非常多的资讯 他准备未来在这个月球上面 建立所谓他的相关的殖民地 除了这一次的这个嫦娥4号之外 下半年 今年的下半年的话 他们有个嫦娥5号 嫦娥5号准备会上去这个月球的背面 把这一次的这个生态系 把它带回来 他们预计2030年 这些技术都成熟的时候 要把中国人送上月球 好 我们看到了嫦娥4号 抵达了月球的背面 排回给我们人类的 第一张月球背面的真实景况 而NASA的镜头 居然已经飙到了太阳系的最边缘了 对 没错 这张照片也是非常非常珍贵 这张照片是什么 你看NASA曾经发射一个 叫做新视野号 新视野号就说 它飞告一个人类以前 都一直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境界 那叫做终极远近 也就是离地球最远 人类到目前为止 探射最远最远的一个星球 人类的这个机械 到达最远的一个地方 这个而且是古老的星星 我们看到它传统来的照片是这样 这个所谓的终极远近星球 它是两个这个算是有点 类似雪人这样子 一大一小组成的 大颗叫做终极 小颗叫做远近 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距离的这个地球 大概有65亿公里 这是一个非常远的这个地方 但它抵达这个地方之后 它对人类发出第一个讯号说 它抵达 它抵达光是它发出说 它抵达的这个讯号 传回到地球的话 要6个小时又8分钟 所以我特别想说65亿 到底什么概念 传这个讯号要传了6个小时 对 所以来回的一个讯号 要12个小时 你就知道多远 那他要命令他说 赶快拍个照片回来 所以他又再传回来的时候 那已经过了好久好久之后 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这个对地球来说 非常重要 因为它有可能是揭开 地球秘密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空胶囊 那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可以看到 终极远近它其实是在 非常非常远的一个古箔带 那古箔带是其实距离 我们看太阳在这个地方 它是在太阳系的 最旁边的这个地方 最旁边的这个地方 有非常多冰封的小行星 其中有一个就是 我们刚才讲到 终极远近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人类很早就观察到 所以我们就很早 要过去那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地方 大概形成的时间是 太阳系形成的46亿年前的时候 就在那个地方 45亿年前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为什么对地球侦测非常重要 主要就是因为 那个地方的温度非常低 那个地方的温度 比这个绝对的零度273度 负了273度高 大概2 30度而已 也就是在那个地方 没有任何生命发展的可能性 它还是保持了 非常原始的这个状态 而且在古箔带这个地带 它很少有彗星经过 所以它也不会被彗星撞到 或是打到 所以这个地方 保持了最原始 45亿年前的存在的这个状况 人类就觉得说 如果我们可以在上面 获得更多资讯的话 将有可能会揭开说 45亿年前到底整个太阳系 是如何形成的 这个人类能够探索月球 或探索太空的话 是经过非常多人的牺牲 我们现在讲这个是 一场17秒的这个世纪灾难 这个其实是阿波罗一号 阿波罗一号是谁 他当初有三个太空人 要准备要上去测试他 一个是格里森 一个是怀特 还有一个是查菲 那么他们三个人 也是非常多的 大名鼎鼎的这个太空人 格里森他是美国历史上 第二个到太空的这个太空人 那怀特他是谁 他是史上第一个 在太空漫步的太空人 你就知道他们的地位 是非常崇高的 这个查菲是谁 查菲他其实是一个 这个空军的上校 他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 这个空军的上校 他后来知道说 他可以去飞这个 阿波罗一号的时候 非常的开心 结果他们是在做什么 他们原本是 就是说准备要去这个太空 他们在进入太空之前 他们都会把这个阿波罗一号 拿来当做测试 他们准备完成所谓的测试 这个飞到太空前的测试 他们三个人 当然就进去这个测试机里面 准备要测试 那就要测试的那一天的这个早上 他们三个人都坐进去的时候 就说我们在呼吸的这个氧气里面 发现到一种很难闻的气味 这个气味到底是怎样 他们怀疑说这个不知道是哪个样子 不知道是会不会影响到 他们的这个生理状态 于是他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检查之后 处理完这个问题之后就说 这个通讯系统就打开了 然后准备要开始启动了 结果没想到又发生了一些问题 但是原本就说 我们停下来这个测试好了 但是无奈 这个测试已经开始倒数 倒数的话就一定要开始测试 所以他们就在很多问题 都还没有解决状况之下 就把这个舱门关起来了 舱门关起来后开始测试 开始测试 开始引擎点火 点火没多久之后突然听到说 他们这个太空人 跟外面的这个所谓的背戒是说 里面起火 结果你知道他们当初的 在外面监控人员 真的看到里面真的起火了 里面起火之后 他们准备要赶快去把它打开 准备要去打开的时候 没想到就是这要命的17秒 他们17秒之后才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他们发现到里面三个糟糕 三个太空人都已经不幸的 在里面死掉了 他们在里面的话 因为格里森跟怀特的 他们以前的太空装里面 有大量的尼隆的太空衣 还有一些生命的维持系统的管线 都已经烧融了 因为在里面火烧起来 烧融了之后 而且都已经融在他们身体里面 而且里面的话 格里森已经解开了这个安全带 他躺在这个舱门的地板上 另外一个怀特 他是安全带被烧断 他在这个舱门的下方 有的时候他已经准备要去开这个舱 但无奈 那时候这个舱门 没办法从里面打开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茶飞 茶飞他是坐在这个 他的这个舱位上面死掉了 为什么 因为根据整个程序的话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要一直不断的 跟上面的工作人员联系 所以他就坚守到最后一刻 因为他们三个人 都已经不幸的训难之后 美国就讲到糟糕 这样的话一定这个设计 一定有非常大的问题 于是他们后来国会跟NASA 就展开了一个非常严密的审查之后 发现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 因为他们在所谓的太空舱里面 以前都会灌有非常浓的氧气 所以他们就不要灌氧气在那个地方 因为氧气容易爆炸 容易火灾 所以他们在里面灌了非常多的氮气 再来就是说他们过去 太空人跟舱内使用的东西 很多都是尼龙 很容易燃烧 所以他们改变所有的物质 防火的材质 第三个是什么 因为雨前为了这个太空舱的安全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从里面往外开的 只能够让外面的人来帮你打开 所以他们这一次把这个完全改了 以后太空人就可以从里面 把这个门打开可以出来 所以等于是说 因为有阿波罗一号 这三个这个太空人的牺牲 才能够造就后来的登月计划的成功 没错 那么就说 这个太空人是在哪里 没错 没错 你 感谢观看